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 花莲市老人会18号举办了九九重阳节活动即联谊的内容 县长徐真卫是出席,并且亲自和每一位长者拥抱寒暄 徐县长在重阳节前夕关心每一位长辈 祝福花莲县所有长辈们身体健康,外事无益 现在徐真卫首先跟长者们一一亲切问候 他提起花莲县近年来努力打造友善环境 希望让所有乡亲能够有安全的道路品质 从18高地、北滨、南滨公园193仙道的建设 沿线享受花莲的好山好水,并且整间每轮西河道廊道 改造成为绿梅化清水河岸,打造亲子共有的环境 他邀请所有乡亲带着家中的长辈出来走一走 享受花莲美景大口深呼吸吸清清空气 希望我们整个生活的环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就像我们的这个美轮绿网 我刚才问一下我们这个里长啊 就是我当年啊 当年我们的王春级、王里长 说我们的后备军人的公园好了吗 他说要到12月底 这是我们美轮绿网的工程 美轮绿网的工程 还包含了整个到花莲市有很多的公园运动公园 甚至我们刚才这个在门诺对面啊 有一个狐轮公园 现在也在做 对不对 我想今年年底都会完成 美轮绿网的工程大概到今年年底或到明年2月一定要完成 这个过年前我们都希望把所有的公园 还有我们的人行步道把它做得更友善 让我们长辈还有孩子们 都可以到公园去走一走 玩一玩 玩一玩健身的这个体健的设备 另外我们更有 48高地 我们193的这个 193的工程 从48高地 一直到这个这个 这个我们的北冰国小 还有花种花林这个整个地方 还有另外就是文化局 所以这沿着193的建设 我们也希望把漂亮的193 把它整个环境周边的设备 联合我们的花莲高中 花莲女中 还有北冰国小 以及整个沿线北冰路把它做得好 所以现在几乎都还在铺人行道 对不对 对不对 有一些为了配合学校 我们赶快在9月前把它做好 现在学生表示 今天是全民运首日 昨天是全民运开幕仪式 更是感动 代表是 目前花莲拥有东台湾 第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支牌论 区关球场 棒球场 田击场等等 符合国际赛事规格的场地 让花莲因为乡亲的支持变得不一样 接着就关华师伯老